爱丽在今天新增的本土个案 是在台北市中山区餐厅工作的员工 目前已经匡列了至少10个人 未来也会发送细胞简讯 通知消费者留意 据了解燃疫的女员工 她其实是在连锁素食店工作 店家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快闭店消毒 而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感染源不明的个案 是台大I1中心分院 在地下一楼美食街的餐饮店员工 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而她其实是在9月9号就已确诊 是透过了台大I1中心的 例行性PCR裁检才被发现染疫 目前已经匡列了5个人居家隔离 裁检结果都成阴性 北市餐厅内用开放一个多月 如今却出现危机 一名在北市周山区餐厅工作的女员工 被发现染疫确诊 证明爱16198 她的CT值超过30 目前找不到感染源 北市也在紧急追查 这名个案的相关足迹 同时餐厅也要停业清销 直到9月26号之前都不能内用 目前北市卫生局只透露餐厅 位在中山区 不愿意地透露这名女员工 是在内场还是外场工作 现在掌握到其他员工名单异调 以为发送细胞简讯通知 有关的消费者留意 餐饮业的员工接触的人真的比较多 他有可能得到感染之后传给很多人 造成说很多我们之前找不到感染源 毕竟民众都是在密闭环境下脱口笑用餐 一不小心就有机会感染到病毒 同样是感染源不明在台大癌医中心 美食街的一名餐饮员工 也就是9月9号确诊的个案 CD值高达33 同住友人案16172也是裁剪确诊 幸好被匡列隔离的5人 裁剪结果都是隐形 马上去验抗体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会用基因定序厘清感染源 其实台大医院今年多次遭到新冠病毒侵袭 最近新北爆发幼儿园群聚 医院也有麻醉护理师遭到感染 如今又有美食街餐饮员工确诊 让院方再度绷紧生巾 直7203爆出染疫事件 虽然个案之间都没关联 但这是否也暗藏警讯 医护同仁基本上是医院跟社区的一个媒介 代表在大型医院周围的社区里面 应该已经出现了这样子的感染链 随双北不断爆出关联不明个案 要如何追出暗藏在社区里面的感染者 也是一道难题 就对我没事的不懂